这是我们平常吃的盐 颗粒很细腻 没有杂质 这是通过海水直接晾晒得到的盐 就是粗盐 这个可不能直接吃 里面有很多杂质和脏东西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夏天去海边 愉快地洗个海藻 马上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等一下 干干净净 那海水里岂不是有 哦 不能再想了 所以粗盐是没法直接吃的 这里边可能有小鱼 小虾 贝壳 泥沙什么的 这些都是一些不溶性杂质 除了这些 粗盐中还有一些像绿化镁 绿化钙 油酸钠等可溶性杂质 如果整天吃这样的盐 可能没过多久 牙就掉光了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把粗盐变成干净的 可以吃的精盐呢 这其实就是粗盐的提纯 那怎么进行呢 别急 我悄悄地告诉你 工业上通过溶解 沉淀 过滤 蒸发 结晶 对粗盐进行提纯 其中主要的操作是这三个 第一个是溶解 撑一点粗盐 把它加到烧杯中 接着向烧杯中加水 这时要边加边用玻璃棒搅拌 加快粗盐的溶解 溶解完后 得到的液体特别浑浊 特别恶心 接下来将液体过滤 通过过滤 可以除掉里边不溶性的物质 过滤的装置是这样的样子的 在过滤的时候 要注意一贴 二滴 三靠 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贴是这个 二滴是这个 三靠 在这里玻璃棒的作用是引流 过滤后能得到比较干净的液体 最后就是蒸发了 蒸发用到的是这个 这是蒸发面 可以直接加热 把过滤得到的液体倒到里边 注意不能超过它体积的三分之二 然后加热就可以了 加热时 要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防止液体局部过热 液体飞溅出来 烫伤自己或者是别人 加热后固体就会慢慢出现 需要注意了 不能将液体直接蒸干 而是看到蒸发面中出现较多的固体时 就要停止加热 利用蒸发面的余热使液体蒸干 蒸发后 得到的固体需要用玻璃棒转移到氯纸上 最后用来计算晶盐的产率 得不到这么多 最后总结一下 粗盐需要提纯 粗盐提纯的步骤是溶解 沉淀 过滤 蒸发 结晶 这三个操作过程中 用到了玻璃棒 玻璃棒的作用分别是这三个 你都记住了吗 咯咯蛋